雖然它沒有很大顆 可是它是整整整整整一顆飽滿的 其實這邊餐廳氣氛很好 因為老闆會一直跟大家玩遊戲 對啊 後面藍色那一台是冰塊 那你們等一下先裝一條的冰塊 加一半的水 裝完冰塊水 就可以去水到加蝦子 冰塊在哪裡 黑 喔 黑 冰塊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講耶 夠了吧 它很夠 你現在是九處小姐是不是啊 那天天都說你們有吃泡菜嗎 我就說有啊 他就說那我們幫你們用個泡菜豬 他就過來幫我們炒個泡菜豬 就變成另外一道料理 生意好不是沒道理 新不新鮮就看這一顆了 欸雖然它沒有很大顆可是它是整整整整整整整一顆飽滿的 很飽滿的耶 是有再新鮮的 好脆耶 你的表情告訴我它很新鮮 竟然幫我們剝殼耶 因為其實像我們烤這個鮮 一定要跟它 喔 先敲敲門 對 很多客人都不會敲它 會想說 喔 它自己也會開 對 可是因為這種烤盤跟炭火那一口 是什麼方法 不太一樣 喔 對 這個熟了嗎 喔 這個有黑黑的餡可能還沒有熟 還在一下子 對 沒事 厲害嗎 我在聽 可以可以 那這個呢 這個可以 這熟了 這熟了 對可以 所以平常很常不吃海鮮 它很常吃 很常 它基本上 無海鮮不歡 蛤 所有店 就算它不是主打海鮮 它也會把它當主打海鮮吃 很明顯 它這邊是小很多啦 對啊 不是主打的鮮科 對 它不是主打的鮮科 喔 可以接受 這是像那種鵝啊 那女王請給分好不好 滿分五分 這邊的鮮科才能接受嗎 是新鮮啊 只是它很小顆 各位 除了幫子璇撥下 我還餵她吃蝦 羨慕了吧 好吃耶 真的喔 彈的 而且 你看 它不需要任何的什麼 鹽巴什麼 就很好吃耶 真的耶 好鮮喔 我給你炸吃的 可以喔 欸它這邊很讚的是它熟食器也不馬虎耶 怎麼說 它熟食器有蝦餅耶 欸很讚耶 很讚 然後它還有很多那種熱炒的小菜 比如說炒水蓮啊 然後一些什麼 然後都是我們吃到飽 就可以都可以吃的 所以就是當你蝦子吃膩的時候 你可以去吃其他的 但是你如果不吃蝦人這邊 來這邊吃也不是很無聊耶 連啤酒都不用另外加酒 它連酒都可以一直喝 它剛剛有說酒還在裡面 但因為我們開車 所以我覺得就是親朋好友啊 然後或是一些公司聚會很適合搬在這邊 很划算 又找一個新的尾牙的那個地點 我們尾牙 又要搬在這裡 你帶草魚他們來 他們會很開心 對耶好適合喔 哇又滿滿的一盤 OK喔 開吃開吃 吃 其實這邊餐廳氣氛很好耶 因為老闆會一直跟大家玩遊戲 對啊 因為他剛才其實問一些 比如說烤蝦的姿勢 都是你們都有教過的 只要有人理他啊 他就會送什麼蚵仔酥啊 什麼什麼的耶 大家以後進來的時候 如果老闆在問什麼 你要踴躍的回應 他就會說 欸你們要點什麼我 交代你們一份 對我們跟那個蔡依林演唱會一樣 我們先想想老闆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用個蹄褲給大家知道 那之後大家來之後 只要回答這些問題 就有的機會吃到蚵仔酥 蚵仔酥 蚵仔酥在隔壁圍裡 你去跟他拿一口 你說我吃到我吃一口 剛剛那個隔壁圍老闆的話 就有一盤蚵仔酥 你就跟他要了快點 那老闆我剛才答應我沒有講 我現在知道來得及嗎 吃超飽的 欸我們真的在七點半就衝出來 而且我們完全沒有浪費 我們就是把所有的那幾桶蝦 然後跟我們拿的那個蛤蜊啊 什麼生蠔 然後全部 我們熟食全部都吃完 很好吃耶 而且他平日 平日839 然後假日899 我覺得超划算的 重點是 你們不要擔心 譬如說帶小孩來會不划算 他110以下是199 反正他有不同的小孩子 然後不同的價位 我覺得我自己認為 839這個價錢 平日然後我們在那邊吃到飽 除了可以吃泰國蝦以外 然後我們還吃了蛤蜊 然後還吃了玉米筍 角白筍 然後豬 然後還有熱草 對一些熱草 很多東西 然後重點是他飲料也喝到飽 然後啤酒也喝到飽 如果你今天不吃海鮮來 這邊其實也很划算 你要吃肉吃熱草 都都可以 因為像威弟就是不太吃海鮮的人 可是他還是覺得很划算 因為他可以吃很多熱草 然後很多 很多肉啊 他甜點還有冰淇淋 對還有冰淇淋 然後飲料選擇蠻多的 沒有我只是唯一覺得他的選擇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是是台北的 在那邊比較遠 但我覺得其他的高速 對 並沒有耶 如果真的要為他講一句話是他下教導就到了 可是你要想台北的林口確實還是一段路啊 但其實就是因為在林口才可以有這個價格 大家喜歡吃海鮮的推薦你們